好 我們看一下這裡 AX是屬於什麼 正整數 對吧 屬於N 自然數嘛 也就是正整數的意思 1.6基於這兩個數字之間 求AX 像這種題目你先觀察一下 1.6基於這兩個數字之間 老實問你 這兩個都是什麼數 假分數行不行 其實說你先觀察一下 有一個麻煩的現象 什麼叫1.6 1.6是起 1.6是1加上0.6對不對 所以1加上0.6 所以說1加上其1 0.6是起1 6分之6可以寫成3分之5行不行 那你看一下 這兩個都是假分數 對吧 也不 這兩個假分數 我們把它先改成代分數好不好 還可以加上S分數怎麼猜開 S分之S是1 加上S分之5 這樣行不行 那這也是一樣 這可不可以寫代分數 這怎麼猜開 如果說你不會猜好了 你就直接來 把S加6去除以A加1行不行 得到1 與其5 所以說它可以寫成 1加3 S加1分之7 5 這樣行不行 這時候大家都有誰 2加1 所以說去把這個加1拿掉行不行 所以說我們把全部變單純一點點 5分之3 會藉這兩個數字的中間對不對 好 所以說看一下這兩個數字 這兩個數是誰比較大 因為X是一個正整數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數是誰比較大 分母越大 值會怎樣 越小 所以A加1這個分母比較大 所以它值會怎樣 比較小 所以說5分之3 會藉多少 S分之5 到幾之間 S加1分之5之間 這樣可以嗎 可以吼 因為分母越大 值會怎樣 越小 所以5分之3 會藉這兩個數字之間 這樣行不行 好 喜好這邊的老師 想請問一下 喜歡分母是X嗎 不喜歡 所以說把它倒過來自己 5分之A加1 把它倒過來自己 3分之5 把它倒過來自己 5分之A加1 倒過來是麻煩要把 解案 要把變號 變成多少 小要變什麼 大於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吼 寫成這樣子之後 隨時停 來喔 麻煩你好不好 有分母行不喜歡 不喜歡 把去分母重生起 5 所以S加1 大於多少 3分之25 大於多少 A加1之間 告訴我 3分之25 大概自己 8點多 8點多 可見 A加1就是4級 A加1是4級 8點多4級 8到9之間 9之間 所以A加1就是4級 8就出來了 可不可以吼 把這邊看一下 OK